如何碰撞的 如何展开他们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 所以他有相关的很多很多的 就是住宿和发表 他的博生论文 据他所说也要在今年或者明年就要出版 我们非常的期待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抱着非常期待的心情 来听他的讲座 我原来在从他的时候 听过他一次很精彩的报告 那么今天那次报告只有20分钟 这次我想他能够展开来讲他的研究 而且他说他这个研究是他最近 刚刚有些新的一些想法 然后他出来的一个研究 所以当时我听到之后也是非常的激动 所以今天非常的期待 另外我们同学请到了周云水研究员 他是家印学院的客家研究院的研究员 他在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想反正是人类学专业的同学都知道 周老师在人类学的翻译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很多有名的著作都是周老师抄手来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在客家研究院的话 他做了很多关于客家客家人 每一周的客家人 就是广东的客家人 以及客家走出海外 他最近也编了好多客家人走出中国 到海外去进行贸易 进行移民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历史的文献 所以他对这一块的贸易活动也是非常的了解 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今天我非常期待在余老师讲完之后 周老师对余老师的研究 有什么样的一些精彩的点评 好吧 我这个话就不多说了 就把剩下的时间先交给余老师 余老师有请 好的 我先把屏幕共享出来 对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我需要停止一下视频 因为网络的关系 我就先把视频共享 那个剩下头给关了 谢谢余老师的邀请 也谢谢周老师一会儿 肯定会很精彩的点评 然后很惭愧 因为余老师刚才过誉了 就是我这两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并没有就说 一直在当地去进行研究 然后这个研究的确也是博士论文 后来在之前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 后来补充了一些历史上 或者是更广阔的一些资料 但是这两年恰恰因为没有在地呢 可能给了我一个机会 就是说有距离的去反思这件事情 然后意识到了很多 在可能将近十年调查 十年之前调查的时候 没有意识到的问题 那也是在修改的途中 也是希望能够再尽快把这个 博士论文出版 所以呢 一个是新鲜出炉 还有一个面对周老师这样的大专家 心里也是很胆怯的 然后就是希望大家有多多不当的地方 多多指正 那我就开始我的这样一个叙述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样一个我摘出来的 在沙华作家李永平笔下的 一个大和镜头 这个是他对婆罗洲的 这个样子的描述 那么李永平呢 他是一个旅居台湾 最后也是在台湾逝世的 一个沙华作家 他从小是生活在 这个沙拉越的古镜 那他在十多岁的时候 就去了台湾留学 那么我之所以把这样一段话摘出来 是因为我觉得他很好的捕捉到了 当然是婆罗洲 其实也是沙拉越的一个 多元世界交汇的一个图景 以及他的这个交汇的时间的线索 那不仅是时间的线索 也是一个地貌的特征 大家如果在地图上去看婆罗洲的话 它是世界上第三大岛 他中间我一会儿也会说 他的地貌非常的特别 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中 他不仅是我们传统所说的 季风之下的东南亚的 这样一个贸易之地 他也是一个欧洲人 东来了以后殖民之地 那他也是在日据时期 一个必争之地 那也同样很精彩的呢 就是在二战之后的殖民过后的 殖民抗争 反殖民的运动当中 婆罗洲其实也有非常精彩的 这样一系列的故事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在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开始的 这样一个养燕业 当然我的研究 如果大家对我能所了解的话 我一直关心的是沙拉越的燕窝生产 的这样一个养燕业的历史基础 或者是心态基础 恰恰是可能在于 李永平已经为我们捕捉到的 这个婆罗洲的一个基本的途径 那我就开始讲 就说这个 当然是飞快地说一下 金丝燕的基本信息 世界上有很多金丝燕 但是它只有两个亚种 是我们是吃食用燕窝 这个食用燕窝铸造的两个亚种 那它的分布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 绿色的部分 达问号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婆罗洲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在 环南中国海的岛屿 还有这个大陆的地带 那关于婆罗洲这个地方呢 其实在很早之前 中国就有技术 我就不念了 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看出 在梁书随书就唐书开始 然后就一直有关于柏尼 或者是波罗这样的这样一个技术 然后后来就把它译成文来 文来 在那个英文当中 就有这个 这个这个 这样一个说法 实则是源于文来的这样一个对音 这个基本信息 那么我们在 如果再把这个聚光灯往下 会看到这个在婆罗洲上 它的这样一个地帽 是我们左图所看到的 中间高两边低 然后呢 从中间的这样一个高地下 向四周延伸的这个河流 向下游的这样一个河流 构成了这个岛屿 那么它在岛上有六大河系 包括拉让江巴南河这一些 那这个拉让江巴南河和这个 卡比亚斯河 都是离沙奥越比较近的 包括加洋河 它其实就是 通过这个中部的高地 然后顺着这个山势往下 一直注入到这个南中国海 注入到苏陆海 注入到这些 这个它四周的 这样一系列的海洋当中 那么沙奥越呢 它就是大概位于这个 婆罗洲西北部的这样一个地区 那大家可以 我好像大家看不到我的鼠标 就位于婆罗洲西北部地区 一个非常狭长的这样一个地带 那我们大概可以 按照婆罗洲的这样一个生态分布呢 我们可以大概把沙奥越的地贸分成三级 那最高地的就是内陆的 这个石灰岩山体的地区 那里面的河流都非常的湍急 这个海拔可以 山市海拔可以达到1800米 那沿江而下 它的那个流域地带呢 就是沙奥越也好 婆罗洲也好 比较富裕的地区 那这是他们所谓的这个流域地区 水网是富 水网密布 那么丛林也密布 物产也是很丰富 传统上呢 像燕窝呀 还有这些 这些猴角散这些 都是 还有婆罗洲传统的这些 像藤啊 这些物产 都是很大程度上 都是产自于这个 中部的流域地带 那么它的这个沿海的地带呢 就拿这个沙奥越来讲 就是靠着南中国海的 这样一个北部的沿海地带 它的土质 一般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红树林 或者是泥碳沼泽地 那区域它其实是很广 宽的地方可以达到80公里 那这样一个地区 其实长期以来也是 不适于种植 就那个居住的密度也是比较小 但是近年来恰恰是像 像湿屋啊 像古镜 他们都是靠沿海这样一个地区 就是说12月的两大城市 都是还有包括梅里 都是靠这个沿海地区分布的 这个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地形 那么我们的叙述呢 最开始就要从这样一个 流域社会开始 我们小月的三分之二的面积 基本上都被密布透风的雨林覆盖 森林之中的物产是非常的丰富 然后在水网流域的 这个农历的森林当中 18世纪开始就有很多技术 包括野生橡胶啦 蟑螂啊 蜂蜜啊 燕窝等等 就有很多的技术 然后直到19世纪初期的时候 沙漏月仍然处于文乃苏丹的势力范围 文乃大概就是在 其实也不用告诉大家 大概也是在这个 这个北婆罗州沙巴地区 和沙漏月中间的那样 现在面积比较小的这样一个地区 也是北部的靠南中国海的这样一个地区 那这个到19世纪初期的时候 沙漏月仍然是处于文乃苏丹的势力范围 那么在这个领域里活动的 包括来自马来半岛和爪哇 青岛的爪哇人啊 布吉斯人 阿拉伯沙人 还有这个他们与马来苏丹和贵族合作 在海口河流和沿岸市政为据点 然后向内陆主要居住的这个达雅客人 就是这些土著居民征收土产 为主的贡品和税收 然后呢也与他们通关 传播伊斯兰教 那么他主要是沿河沿海的一个控制和贸易 那么在19世纪后半叶 在准确的说是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 沙拉越就发生了一件重要的转折 就是一个英国人 叫做加姆斯布鲁克的英国人 他就在文莱苏的苏丹的让渡之下 签订了一个条约 那么他就开始从古静与中心 古静大概是在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沙拉越的这个 就是西南角 西南角的现在他的这样一个首府 以古静为中心呢 就开始逐渐向内陆建立自己的政权 那么同样他也沿着很多的这个 河流和他们的支流 去逐步建立以堡垒为主要的 这样一个政权 那这个时候呢 布鲁克也好 然后在布鲁克的这样一个鼓励之下 华人就开始大举的移民 沙拉越从新加坡来 然后从南部佛罗洲来 然后从其他的这个东南亚地区而来 反而从中国 我看到资料好像反而从中国来 直接来的会比较少一点 那么就在这样一个布鲁克的开拓之下 紧随其后 就沿着河流来向上滑行 开始向内陆的族群收购土产 然后向下呢 就把这些土产贩卖给古静来进行 古静的出口商进行海外贸易 然后在这些河流的三角洲地区 去这个拓荒 然后种植大米胡椒和橡胶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学者称为的 流域社会的社会形态 那这个社会形态 它当然地貌的特征 就是密布的这样一个水网 那么社会的特征呢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水网 向下游和向上游的 这样一个族群之间的贸易和交互 那么以节点来看的话 那就是在河网上密布的 这个内陆的市政巴刹和堡垒 那这个政权 不要忘记布鲁克政权 也是沿着这样一个河流来分布的 加以统治或者是以税收和商贸的方式 来进行社会互动 那在随着这样一个 就是布鲁克的鼓励 布鲁克政权的逐渐的深入 还有华人的紧随其后呢 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 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新加坡的开步 新加坡的开步使这个华人的优势 华人的贸易优势可能更为显著 那之前火跃在沙拉越地区的马来商人 他的主导地位就被华商逐渐取代了 这个西米橡胶 然后华人所需的这些土产 包括燕窝之类的土产 然后包括婆罗州居民所需的这些 日用和奢侈品都是很大 很多都是有 当然还有很多马来商人也是 小马来商人也是活跃在期间 但是主导地位就被华人获得 然后这个贸易就逐渐被华商控制 我一会儿也会再继续讲 它的背后的一个机制 金融上面的一个机制 那么同时呢 新加坡也成为了像沙拉越输入 这个华工和资金的 这样一个重要的转口感 那向内了 向内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在沙拉越内陆的这个流域社会当中 布鲁克政权 沿江向上建立起来堡垒 为华人开辟了一个前线 然后华人紧随区后建立八叉和市政 这个是一个结构上面的一个特征 但是我同样是想强调的就是 19世纪发生的不仅仅是一个制度的安排 或者是一个贸易网络的突成 它同样也是一个世界体系和世界想象 它在冲突和交错 非常重要的 当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就是布鲁克政权所代表的 那个世界想象和华人 它既有的移民和商贸网络之间的一个交叠和冲突 我现在就转向这一点 那还是要首先就说 介绍一下布鲁克这个人 他是这个1941年获得了 1841年 1841年获得了这个文来苏丹的这个认可 或者让渡 成为了统治沙拉越的第一代拉者 然后呢 他和他的侄子和他侄子的两一个孩子 就三代拉者 一直到1946年 沙拉越被让渡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前 大家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 就是说 虽然他是英国人 但是沙拉越在他治下 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王国 而这个1946年之前 他们跟英国之间只是一个保护国的关系 所以在1946年的时候 被让渡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然后在1963年的时候 沙拉越成为了大马的一个部分 这个我们一会儿也会再来说这个大的过程 那从自此呢 这样一个以古境为中心 以沙拉越现在的首府古境为中心的 这个布鲁克的领土 就逐渐扩大 然后到1905年的时候 面积已经扩大 大概与今日相当 那他基本上就是逐渐的经村蚕食了 到现在这样一个规模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华人移民 这个他总体来说 比就是加里曼丹 就是和属婆罗洲的那一个部分 就是婆罗洲南部 加里曼丹那个部分 爪哇和马来半岛等地稍微晚一点 他从19世纪初期 然后才从福建 广东海南等地 以及从新加坡等地移民到婆罗洲 并且主要是集中在南部和中部的沿海地区 主要经营的贸易采矿和种植业 然后呢 在19世纪中叶 以及后期呢 辗转向北 陆续进入沙漠沙漠越 主要集中 最早呢 也主要是集中在 就是我们一会儿会讲到的 石楼门的那一个地带 那布鲁克入主沙漠越以后呢 对华人移民 这个大局鼓励 那另外一个呢 当然就是说 除了华人跟布鲁克之间的关系的话 那也就是华人跟这个内陆居民的 这样一个关系 我一直都不太确定 怎么样去称呼他的这个内陆居民 然后我就 我就这个沿用荷兰人 他们进入内陆了以后 他们把这个达亚克 就是把这个内陆居民 进行了一个打包的称为 统称为达亚克人 但是呢 他其实内部还分为很多小分支 包括伊巴 包括普南 加秧等等的 因为我的研究比较遗憾的 就是没有关注到这个 就是内陆他的原住民的这个部分 因为语言的关系 那我主要还是以华人为视角 来看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说回来 就是说华人呢 他们大多都是依赖 这个内陆的达亚克来 达亚克居民 就是这个大的群体 来采集丛林的物产 那这个 那他们这些内陆的居民 他其实都有 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分化 但是呢 有一个总体的趋势 就是这个 首先 华人他当然是聚居在内陆的这个巴刹河市镇当中 或者偶尔架着小船 深入到这个藏屋当中去交换物产 也有少量的华人和当地人通婚 但是大的趋势还是说 华人居住在内陆的巴刹和这个市镇当中 然后与内陆族群展开贸易 那么内陆华人呢 又要分一个小的这个方言群体 这个潮州人 潮州人福建人和客家人之间的这样一个族群分化 我们一会儿会再回来这个问题 那现在呢 主要是说这个内陆族群 他交往的一个方式 华人和内陆的这个达雅克人 他们交往的一个方式 有一个小小的例子 就是沙洞岳西北部的巴当河盆地 在1853年被割让给白人拉折 在此之前呢 他沿河没有建立巴刹 也没有永久性的商店 然后一般领袖 他授予华人和马来人 就是沿河经商 那么据记载 就说这些小船呢 就要在尾杆上悬挂白旗 然后沿河售卖 就包括催具啊 淘气啊 还有手链啊 红色珠子等等等等的 这样一些物产 那一般人呢 或以土产 或以稻谷来交换 那贸易都在船上进行 1864年的时候 布鲁克在巴当河支流上的城邦江 建立起来一个叫做爱丽丝堡的堡垒 然后这 在长期在这一带活动的潮州人呢 就大受鼓舞 然后就开始前往此处 1872年的时候 就已经建立起 以爱丽丝堡为中心 潮州人为主体的 已经拥有46间店铺的一个巴叉 那它周围都被马来村庄还着 那这样一个零河的巴叉 它速流而上 可以到达内陆的长屋 速流而下 就可以达到这个河口的疏遥 然后从河口就可以沿着海岸线 回到古境 那据当时的这个沙拉越线报的记载 就说每间店 华人的每间店里都是那些东西 罐头沙丁鱼 饼干 腌制食品 还有各色花布 那每间店铺收购的货品呢 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包括随着1870年世界市场扩张 所需求的树枝和藤 还有就华人所需的这些丛林物产 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燕窝的研究范围 就是在此之中 那巴当河的这样一个流域呢 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那拉让江 这个城邦江上的物产 没有那么的富饶 而这个随着拉让江流域 在这个更晚的时候 1882年 查尔斯布鲁克 就说这个第二代拉者 他取得了巴南河 就是拉让江流域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然后建立了这个马路底堡了之后呢 这个物产 更多的物产就纳入到了 这个华人的这个贸易范围之内 然后我标栏的这一代呢 就是布鲁克当时的这个地方官员 记载的一个状况 其实很有趣啊 仔细一看的话 就可以看到这个华人 他怎么样以一个这个高买 然后低卖对吧 来排挤这个这个马来商人和文来商人啊 他说他们的如果这样做生意 他们那个文来商人在抱怨 他们就生意就全毁了 然后建发这个华商用这么低的价钱 在收购这个马来礁的时候 还不压价啊 就可以看到这个华商 他的一个经营的手段 那那以马鲁底为中心呢 以马鲁底最后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市政啊 就成为了就拉让江上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 那么这样一条河呢 也适合这个较大的船只通航 在马鲁底还航行的甚至有来自新加坡的船只 当然也有沙拉院轮船公司的船只 比如说一则记载表明 1886年三月雨季过后 阿迪浩一次就运载了九千捆囤 藤和一些树枝章老燕窝 1887年又运走了一万多捆囤和一百二十代以上的这些 这些和半代以上的燕窝 并且呢还没运完 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这样一个贸易 它的这个繁盛 这是这个华商它的贸易网络的一个分布 那么它的日常运作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样一个价格的上面的优势之外呢 其实还有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它作为一个信贷体系 就是华商它其实深入内陆的 还有一个信贷体系 在此之前呢有一个小小的 就是说一个小小的点 就也可以看出就是说华商的这样一个适应性 布鲁克时代进入了以后呢 布鲁克进入沙拉月以后 他就开始进行货币改革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铜钱的制造 用来交换这些内陆族群所需的这些物品 像1891年比如说在查尔士布鲁克 发布了价值33万元的铜钱 然后呢又为了扩大这个流通 在铸造铜钱时留下的小孔 然后不仅是有益于华人携带 也让就是说在做装饰的时候 可以让一般人更便利 这个金融体系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 那更重要的呢 其实还是那个华商的信贷网络 内陆贸易它一般来说呢 它都是四个群体构成的 包括采集者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内陆族群 他们就这个当然不同的河流领域 有不同的分布 那另外一个像上一级呢 可能就是收购商 它与采集者进行一个物物交换 那可能是就是在巴叉 在这个沿河的巴叉里面的做商 也有可能是也划着小船去沿河贩卖的这样一个船贩 那通常 中途还可能有一个二盘商 他们一般呢是在港口城市的这些做商 新加坡和古镜有直接的金融和贸易往来 那么丛林产品呢 就一般是沿着这个样子的这个 这个这个图里面所标注的这样一个线条 而进入到港口 然后再从港口转口到 诸入新加坡和香港这样一些地区 那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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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遗产登记簿当中 巴南公使的遗产登记簿中 看到了一个1895年 常州商人去世了以后 他的欠债和债权状况 债务和债权状况 那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看到 他的这些债权和债务 这个一方面反映出来 他的这样一个信贷网络 那么这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 这样一个商人 他他们这样的经营状况 实际上是非常的常见 我在沙漏月的一个关键的信息报道人 就是写华人先驱的那位周丹尼博士 他在1980年的时候 深入到了这些内陆沿河地区 对在世的传犯 尚存的传犯进行了采访 然后采访下反映出来就是 像这样一个就是 就是密切的纠缠关系 就是这个债权债务的密切的纠缠关系 对于巴叉和传犯来讲 实际上是一种通常的这个运作方式 那么另外一位巴南地区的行政长官 Charles Holtz 也是这个布鲁克的得力干将之一 他也对这样一个债务体系 有过生动的描述 比如说他说古今的投家 将各种货物供应给巴南的商家 然后呢巴南商家 他实际上就是就是预付就是许诺用土产来偿付 然后同理呢巴南商家也是将自己的这样一个信贷 再放给更低一级的巴叉的商家或者是传犯 那这些采集者呢就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这个传犯和巴叉商家呢 他们就跟这个这个这个土著内陆的这些族群沟通 有些时候呢 有些时候很多时候其实都是以一种预付的方式 预先把这些物品支付给内陆的族群 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带着这个许诺的量 然后再走回来 当然就是在这个Charles Holtz的视角之下呢 包括布鲁克政权看到的非常的担心 就是说这样一个债务体系 他岌岌可危 因为如果采集者他凭空消失 或者是这个巴叉商家传犯凭空消失 那么这样一个信贷体系就会马上瓦解 但是但是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的容易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田汝康先生 他在1948年左右 在古今郊区对华人小农的这样一个调查 他当然主要关注的是华人 但是也是以这样一个类似的信贷状况来运作的 那当然简单的来说呢 我们不用细节都在屏幕上 我就不赘述 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相互纠缠的这样一个信贷的体系 那表面上看起来是岌岌可危的 这个是田先生 然后Charles Holtz 还有这个周丹尼他们共同的发现 这也是其实超越长期以来的一个 一个这样一个普遍的状况 这个这里说明的其实是一个问题 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 华人的这样一个贸易网络 它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的分布 它其实也是一个信贷体系的运作 并且呢这个信贷体系 它其实构成了社会的社会本身 其实就像David Graver说的 这个这里的要义 它其实不是在于说如何去偿还 这个信贷体系的运作 它不是它要义不是在于偿还 或者是支付本身 而是在于说亏欠 这个运作本身就是在于亏欠 那恰恰是在这样一个不停的相互的亏欠当中 那华人的贸易和这个土著的 司令产品采集 那包括甚至我们 这个包括跟古晋和新加坡之间的 这样一个贸易网络 它才得以这样的运作 这个是华人的这样一个 我希望展现的就是华人的这样一个贸易的网络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我也希望看到 我也希望突出的就是 当然我们刚才说的是 随着布鲁克政权的深入内陆 然后华人逐渐紧随其后 在堡垒旁边建立巴刹 围绕着堡垒建立巴刹 这个好像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但是其实这也是华人和布鲁克 故事当中仅仅的一方面而已 那另外一个故事呢 就是布鲁克和主要是由客家人 构成的华人之间的这样一个冲突 我们刚才说第一代拉者 詹姆斯·布鲁克 那么这个人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鲁宾逊的 这个这个探险精神的这个人 他1803年的时候是生于印度 然后他的父亲呢 是在印度东印度公司 在印度的一名职员 然后1919年的 1819年的时候 他参加了这个东印度的军队 还参加了第一次缅因战争 然后在1825年的时候 复伤 1829年的时候准备回印度复职的时候呢 被告知辞退了 那这个辞退留下就索性 就辞职 然后因为他的夙愿就是前往这样一个 马来群岛探险和拓框 随着他的父亲去世 并且给他留下了三万英镑的遗产光后呢 他就自己买了一条船 然后就在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这个南中国海上这个航行 在1838年的时候 布鲁克已离开英国之前 他写了一个题为 《婆罗洲探险的航行计划书》 里面其实他对于荷兰人 和对于英国的可能性 以及对于他觉得什么是好的 人道的政策都有诸多的表述 我标栏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出 他对荷兰人的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态度 就是说与贸易兴盛的目的背道 而持与人道思想相冲突 那么他觉得在这个 在这些马来的众多岛屿当中 最重要的两件事是土地的占有 和商业的繁荣 并且呢他们互为前提 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前者的 并且就像后面所会 就是说他希望打掉的是一些 这是中间的贵族的阶层 或者是一些这个这个垄断群体 他在后面的这个土地 在沙拉越后面的土地贸易当中 也可以表现出来 他对于大型的垄断 土地垄断的一个打击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想法呢 基本上是一个自由贸易式的 一方面是自由贸易式的 一方面是这个这个小农事的 这样一个理想啊 他评价燕窝的时候 非常有趣 他说半斤燕窝 居然只用这个这么一点点大米来交换 利润这么高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就是说 他背后对于贸易的那样一个设想 那同样呢对于华人 他也曾经满怀信心的写到 就说华人所到之处 土地得以发展 矿产得以开采 各种物产得以贸易 华人亦能帮助这些土著 没有宗教分析可以通婚 但是呢这一切并没有按照 就说布鲁克他自己的这样一个设想来进行 那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 石楼门古境事件 发生在1857年的客家矿工的这样一个暴动 石楼门大概是在哪里 就大概是在古境南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图 这是库庆这里是古境 然后石楼门那大概地图上没有 因为这个太近了 可能是离的 它是一个著名的金矿产区 是和这个婆罗州西南部 就是加里曼丹的昆殿这个地方 就是地图上标注的这个昆殿这个地区和三发距离不远 他们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客家矿工的这个矿物和人员 还有其他物资的一个流动的网络 19世纪初期的时候 世界工业发展促进促生了对于梯矿的需求 所以呢在新加坡就兴起了一个繁荣的期矿市场 而石楼门就是说这个这个 古境南部的这个石楼门地区呢 在1820年就发现了梯矿 当时就有客家人在附近开采 当时呢人数可能不过200 然后30年左右呢又发现了金矿 所以就随着这个矿产的这样一个发现 客家的这个移民就从这个昆殿 还有这个三发等地陆续迁移而来 那我们从时间线就可以看出 这个他们的到来实际上是比布鲁克更早的 对吧 我后面会再说 那华工的带来的呢 它不仅仅是人物资 还有传统的农业技术 还有他们的这样一个劳动力的组织方式 在场的其实有很多专家了 我就不用赘述这个公司 因为有很多学者已经写过了 其实上它就是很多学者也认为 它是中国敏略宗族组织 海外的这样一个变形 那大家可能也都听过 这个南方公司这个 这个罗芳伯这个人 加盈州的罗芳伯 这样一个南方公司 他们在这个基本上是在三发附近建立了这个南方共和国 基本上是一个自治的这样一个团体 并且是集农业贸易手工开矿 为一起的这样一个国中国 那么这样一个公司的存在呢 当然就如果它没有对就是当地的马来苏丹构成一个直接的挑战的话 那它一定是对荷兰人的这个殖民进行了一个直接的挑战 那在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就我们看到的这个三个大公司 逐渐脱离了当地马来苏丹的控制呢 取得了自主权 并且是在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 这主要地区形成了一个与荷兰殖民者的一个对抗的这样一个姿态 那石楼门呢 石楼门它根据它的那个口述史和欧洲观察者的记载呢 其实在19世纪初期就已经成为了一个 就西加里曼丹三条沟公司的一个分布啊 然后随着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西婆罗州 西南部婆罗州 他们的公司和荷兰人之间的这样一个冲突呢 在1848年的时候 1848年然后到1850年这个旅次的冲突 又致使就是西部的那个这个这个矿工 他开始往北部迁徙 然后就进入到了 比如说1850年有3000人从三条沟公司逃往了石楼门 那这个那他们的首领就是后面 现在在这个信耀湾这个地方 就是在古境附近的一个古镇信耀湾 他祭祀的刘善邦的这样一个首领建立了12公司 那同样呢也是按照这个传统的公司的这样一个管理方式 这件事情对于布鲁克而言是一个冲击 首先他很开心 因为一方面他对华人的移民一向都很鼓励 因为华人是他的一个开发沙漏月的一个得力的助手 并且在他的设想当中呢 就是要管理这帮人好像并不是难事 但是屡次的这样一个交锋之后呢 他逐渐发现其实这些公司对于荷兰人来说是一个眼中钉 可能对于他来说同样也很难搞 不仅如此呢 不仅他没有办法控制 并且这些公司他们开采出来的这些矿产呢 可能还大部分都不会经由他的手出口 可能是象征性的为了和平的这样一些考虑 象征性的给他一点 但是大部分包括矿产 那包括这个公司 大家也知道海外华人都对亚片的这样一个需求 包括亚片税实际上都没有经过布鲁克之手 那这样一个屡次的积累起来的这样一个冲突呢 就到这个1857年就变成了一个直接的暴动的事件 那就是这个华工他们在石龙门集结起来去攻打古境 的这样一个事件 那当然对这个事件的这个原因呢 当然是有很多种说法了 但有一些很根本性的原因 可能就是在于说 华人的自治权和布鲁克政府 对于人口土地货物和他的贸易施加控制的主权诉求之间的 这样一个矛盾 其实那三个公司家里卖单的南方公司三发和大港公司和荷兰人的冲突可能也是在于此 那么如果我们跳回一步看呢 可能也是在于说这个客家人形成的矿产生产和贸易网络和当地殖民者和他代表的这个殖民体系之间的这样一个冲突 但是这样一个冲突他并不是在同样的经济理性的层面来来对等的 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就是其实华人的表现 表现他们并没有一个占领土地 或者是对古境的港口占领的这样一个需求 华人在1857年1月那一晚上攻打 攻打这个成功了以后呢 然后在古境驻扎了三天 把这个各个制制团体的包括英国人包括马来人 然后包括这些各个团体的这些代表安抚了之后 他们就开始举就就开始搬迁回这个这个石龙门 好像对于这个古境和古境周围的土地并没有太大的这个兴趣 那我这个这个故事的这个冲突的这个结果呢 就是因为华人矿工的一个失误 因为华人矿工的一个失误 他们没有在当天晚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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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死布鲁克 然后让布鲁克反扑了之后 追杀他们在这个牧娘公司 牧娘公司最后也成为了一个这个这个布鲁克的 这个是布鲁克他的一个密友开设的公司 他也成为了布鲁克的一个得力的助手 在他们的这样一个军事武装之下 包括一般海一般的这个军队 这个布鲁克收纳的一般军队的这样一个帮助之下呢 脚杀华人 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这个石龙门地区的这样一个状况 一直持续到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4月中旬 然后据说当时华人被杀的人尸体遍野 然后发出恶臭哈 所以那个石龙门那个鲍那个BAU那个BAU那个音 其实是马来语当中的恶臭之一 它其实也是一种历史记忆的方式 总的来说呢就是这个18世纪之前 如果我们对此在这样一个阶段做一个总结的话 那么马来人 爪哇人 布吉斯 阿拉伯商人 在大规模华人移民到达布布洛州之前 就在此进行活跃的贸易和征税 然后在此过程当中 布洛州沿岸和内陆沿河地带 就逐渐形成了一连串的贸易港口 然后穿成领县的把达亚客人居住的内陆地区沿河起来 但是呢当时马来苏丹对于内陆的控制 实际上是颇为松散的 它的对领地的管理也主要集中在人口和商贸而夫 而不是在于说土地的占有或者是控制土地 经营土地 那从18世纪中期开始呢 另外一方面 这个中国广东和福建地区的多个方言区的移民 也纷纷来到波洛州 逐渐也形成了一个以贸易市政港口 和内陆矿区二元分化为特征的这个分布形态 伴随着布鲁克的这样一个东来呢 一方面它跟这个传统的潮州人和福建人的这个商贸 有很好的契合 另外一方面呢 也跟这个客家人的矿区 其实形成了这样一个冲突 那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19世纪末期 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几层的这个网络活跃在沙拉越的这个大地上 那么我们下面就是以这个黄金胡椒与燕窝为代表呢 来看这么几重网络的这样一个冲突 这个就像刚才 詹姆斯布鲁克在他的《婆罗旧探险》那本书里面所展望的 就是这个这个商贸的繁荣土地的战友 那么在他压抑了压制了这个这个以石楼门聚居的这个客家人的这个暴动之后呢 他开始逐渐的更加紧紧的握住了这个土地的这个开发 1863年的时候 布鲁克就颁布了首部土地法 然后紧接着在后面的十多年的时间内 招募了很多华工来开发小型的种植园 种植包括橡胶和胡椒之类的这个样子的这样一些一些贸易产品 那对于他来说呢 土地的出产才是一个真正让国家和人民富饶和昌盛的一个源头 这个意义甚至比森林采集还要宝贵 就是包括比样窝在内的森林采集还要宝贵 那么在这样一个图景当中 华人在东印度地区的重要性是独一无二的 一方面他们是勤勤恳恳的小农 另外一方面也是头脑灵活的这个商贸者 那这个黄金它实际上代表的是客家人跟布鲁克人之间的这样一个冲突 胡椒呢成为了后面包括布鲁克政权 包括木娘公司 还有这个小型的 其实也不算小型 古镜华商 古镜的大大小小的这些以福建人和潮州人为主的华商 他们主要控制的这样一个领域 那么客家人到了什么样的地位呢 那这个经过了1857年的那个事件 幸存和新来的这些客家人 要么就成为了这些华商或者是木娘公司的债务员 从他们手上去获得资金 获得土地去种植胡椒和橡胶 成为了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金融链条当中的一环 要么就成为了矿工 或者是建立一个非常小型的组织 围绕着给木娘公司做下游的这个样子的服务 那么这样一个格局 这样一个方言群体的格局呢 也由此奠定 那石龙门之前的辉煌其实也由此衰落 变成了古近南边一个以种植园为主的乡村内陆地区 和之前我们说的那个 喷店和三发之间的这个联系也日益微弱 那么这样一个格局 一直要持续到二十世纪后半叶 客家仍然是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那么这个 在这样一个图景当中 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Jungle Product 那个丛林产品的采集 在布鲁克他当然是以这个土地生产为主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的税收仍然需要依赖这个丛林产品的采集 那他的一系列的政策就包括比如说 支持达雅克人四处迁移采集丛林产品 因为充满活力的达雅克人 才是开拓丛林的产品和先驱 那么另外一方面华人的公司 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客家华人的公司 也是他的一个障碍 在消除了华人公司的同步呢 就是去打击一般海盗 一般人他们是一些非常老练的少夫 这个其实这两者 一般海盗和华人公司都是 这个布鲁克自由贸易的一个重要的障碍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自由贸易 他的逐步的这样一个推进 非常典型的就是一个事件代表 就是1875年成立了新加坡和沙拉越轮船公司 然后这个沙拉越的内陆和沿海的贸易 实际上就主要是由这个布鲁克控制了 那我在沙拉越的时候拜访了之前在石楼门附近一个非常繁盛的小镇 但是现在已经衰落了 这个小镇叫做新瑶湾 那这个新瑶湾在这个詹姆斯布鲁克的笔下呢 其实就在1839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是当时华人矿工聚居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口港 那么他的描述 把新瑶湾描述成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 不仅有土产 然后还有这些 而不仅有这个土地的生产 还有包括燕窝和风纳 还有木材等等 然后从附近的这样一些山采集而来 这个新瑶湾的历史资料呢 没有就是说在12月宪报当中因为这个战争而焚毁了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推断说 当时比如说以燕窝为主的这些土产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贸易网络出口的 但是很有可能 鉴于这个客家人和这个福建商人的这样一个关系 很有可能是同样是通过这个三发和昆殿来出口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后面还是要再核实一下的这样一个信息 这是有待核实的 那么现在我们我看到的这样一个 在1314年的时候看到的这样一个信瑶湾呢 它现在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比较衰落的这样一个古镇 这个主干道只有一条 然后店铺呢也只有数十间 然后还有14间空置 然后其中呢就有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燕窝的加工厂 信瑶湾在80年代的时候 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它是一个重要的毛燕的 所谓的毛燕就是说 就是这个含毛量比较多的那个燕窝 我不知道大家 我没有把那个照片放上来 含毛量比较多的这样一个燕窝 那它需要是人去手工挑锚和机器的这个操作去挑锚的 那么在80年代的时候 信瑶湾是一个毛燕的这个加工厂 那在此之前呢 就是我们后面会讲到的就是一个六七十年代的 这样一个马硬冲突或者是杀共事件 也让信瑶湾经历了一次冲击 那么现在呢 这样一个1314年的时候 这个这个甲壁丹流 就是我也不确定 他是不是刘善邦的后代 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个甲壁丹流呢 他经营了这样一个贸易加工厂 那据他回忆呢 他其实他们他的父亲 从他的父亲开始就已经在信瑶湾收购燕窝 然后再加工了以后再运送到古境 装购一船以后运送到古境 那么在他父亲的这样一个年代 其实我还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 就是以乡村的八叉当中的头家 为勾连起来的一个华人的 和华人和这个这个内陆族群之间的紧密的 贸易的联系还比较勾连 而到了刘玉顺这个甲壁丹流的这样一个时代呢 他就已经不经过任何的金融 或者是这样一个华人既有的贸易网络 而是直接将燕窝出口到香港和新加坡 那么这里发生的一个事情呢 可能就是一个乡村八叉和城市之间的联系的 一个中断和转型 那新阳湾的这样一个衰落 其实也表现了这样一点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照片 这个左下方这个壶叫做壁壶 它是之前梯框开采之后 因为地下水蔓延 然后没有办法 这个矿产废弃之后的变成了一个壁壶 然后这个洞呢 是一个被采摘燕窝殆尽的这样一个山洞 那么它现在已经被铸上了十梯 有待去这个旅游开采 那新阳湾呢 它现在也成为了一个文化保育的一个对象 我去的时候呢 正好有一个建筑的队伍 也有一帮记者在那拍摄 需要去进行 我们现在中国大陆也经常看到了 这样一个古镇的幻星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对于新阳湾来讲 它经历了布鲁克事件 经历了这个矿工的繁荣 经历了布鲁克事件的动荡 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 中间还有日据时代 然后再经历了这个六七十年代的 这个马供杀供事件的这样一个冲击 但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堵游地 或者是已经变成了一个消费主义的 这样一个对象 这个那么可能唯一留下的 不过就是一个叫做豹的这个恶臭 被翻译成在马来语中 叫称为恶臭的这样一个石楼门的地区 这个可能那当去问到贾必丹刘 他对于刘善邦的这样一个认识的时候呢 他会把这个刘善邦和当时的杀供的 这样一些人都称为这些游勇无盟 害死很多人的山头大王 这样一个表述本身其实是有趣的 那就是在于他成为了一种 对于对于之前的世界的一种想象 或者是记忆的方式 而可能贾必丹刘现在比较重要的 就是加工和贩卖燕窝 而与此同时呢 乡村投家和八叉之间的关系 也已经被斩断 那更随着1985年这个石楼门 他到这个贯通古境和石角短廊公路的 这样一个贯通呢 那新耀湾 我刚才忘讲了 新耀湾它为什么那么的 在19世纪为什么那么的兴盛 因为它是靠河流的 那么伴随着这个是20世纪后半叶 道路的修建呢 传统的沙漏月的这样一个流域社会的特征呢 就逐步让渡成道路社会的这样一个特征 与此伴随的就是这个乡村八叉的这样一个末路 这个就是19世纪我主要要讲的 当然我们还要最后要讲 我都讲了一个小时了 这个要是这个时间 可能还有很多 我后面稍微快一点 好的好的 没问题 不好意思 然后这个 那19世纪留给这个沙漏月的那个 直到20世纪仍然重要的一个特征呢 那就是说在于这个其实贯穿布鲁克百年政权的有个重要的倾向就是三代拉者 他们都对大型种植员和土地的兼并采取一个遏制的态度 那在他们的愿景当中 那个自主的小家户的小农的那样一个农业才是理想 这样呢土著人民能够在他们的这样一个表述当中 土著人民能够照顾他们的稻田 住在他们自己的家中得到稳定的收入 这种愿景就像学者所评论的 其实是英国自根农市的 而不 其实没有建立起来跟海峡殖民地包括香港和新加坡之类的市场 世界市场的联系之前有一段时间呢 香港因为这个对木材的需求 婆罗洲硬木是非常好的木头 然后呢开了一艘船到这个施屋来 但是呢可这艘船自从离港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因为可能各方面贸易线路的原因啊成本的原因 就说沙拉越一直都是处在甚至殖民体系的边缘 还一直都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供应地 那么从移民的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出 很长一段时间直接从中国本土来的移民其实很少 从新加坡和从婆罗洲南部来的移民反而是比较多 这个是第一个附带的效果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土地的族群分化的这样一个观念 我们刚才说这个布鲁克他获得了沙拉越的这样一个主导地位了之后呢 他就开始当然也是在这个他自己的人手 一方面是人手欠缺一方面是他自己的一个世界的途径 当然还有一方面是这个沙拉越广袤的土地 也是一方面关于对华人的鼓励或者是对华人大商人 这个开辟大型种植园的警惕 种种原因造成了一个土地的族群分化的这样一个格局 我们后面会再说到 那同样呢跟这个他的土地怨顶仅相关的就是对于土地抛荒的观念 的这样一个污名化吧 我们可以这样来说 那么这直接就成为了我们去理解20世纪末期这个养燕业 燕窝修建的这样一个前提 与此相关呢就我们刚才所说的从流域向道路的这样一个转变 那现在比较有趣的想强调的就是从丛林 那个从那个Jungle到Forest到森林的这样一个转变 这样一个区分来自于哪里呢 我是借助了Clivery的这样一个区分哈 他发现其实在沙拉越丛林产品和殖民产品 长期以来都是至少是在布鲁克的治下是病重的 那他做了一个大致的这样一个统计 他把这个沙拉越的这个出产呢分为从丛林产品和殖民产品 那么从丛林产品指的就是欧洲人东来之前就在这里贸易的 包括燕窝呀西角呀这些采集的产品 那么依赖华商或者是马来商人的贸易网络主要供应中国 后面一类呢那个殖民产品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扩张的一个产物 它主要满足的是世界市场的需求 那包括橡胶木材煤炭金矿和石油 那么主要依赖的就是土地和资源的占有和改造来获得的 而布鲁克统治的大部分时间之内 丛林产品在政府的税税当中都占比较稳定的 比较大的一个比重 大家可以看这幅图表 那么直到1920年在美里发现石油 丛林产品和殖民产品的比例 才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这样一个转向 但是呢我想强调的反而就是说 这个Jungle Products 这个丛林它不是一个欧洲人东来以前 一直延续到欧洲人东来以后的一个贸易和 这个采集方式的延续 它与这个殖民产品的区分 它当然指向了不同的产品用途或者是市场 但它同样也指向了两种不同的想象和使用雨林的方式 那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呢 丛林产品和殖民产品可能都是同一个过程 或者说丛林产品更准确的应该叫做森林产品 那就是这里有个重要的转折 就是需要把丛林改造成森林 那么这个什么叫做把丛林改造成森林呢 这不是说要把它砍伐掉或者是要把它管理起来 我更看重的反而是在19世纪末期所发生的一个观念上的一个转变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丛林当中的这些产物 他们当然是世界贸易的宠儿 但是同样它也是一个这个沙漏月 它的丛林生活流动性的这样一个产物 如果马来苏丹 他们当然在控制丛林产品 但它往往不会以永久绝对或者是直接的土地占有 或者控制对自己的对自己的区域进行管理 这些马来苏丹的政权马来贵族的政权对内陆区域的控制是十分微弱的 并且也往往局限于这个供付或者是税收 但是19世纪其实在整个东南亚地区都开启了一个进程 就是殖民政权开始将这个丛林海岸河口等这些地貌重新划定为森林农地和聚居地 那么二战之后的互殖民国家也大多数去延续了这样一个区分 那么这个其实就造成了一个就是对于这个有待开垦的 或者对于人类的社会割裂的有待开垦的对象 那个所谓的原始和天然的森林的这样一个想象 也就是这里重要的就是转变的基础是在于森林这个概念本身的发明 以及它通过法律条文科学管理物种保护税收等等实践 成为国家权力得以行使的这样一个天然类别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这中间的机制包括领土控制 划定这个森林用地划定农业用地 那么同样的呢包括物种控制 那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那些国家森林的一套 那同样也包括一些豁免 通过这个豁免这个土著 把他们定义为习俗权利或者是保留地 或者是土著习俗俗地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豁免 这个重点就是表面上它看起来是一个保护 但它其实上是一种观念的垄断 观念上的暴力 商务院直到二战之后才建立起来完善的森林管理法律和部门 但是呢这样一个观念实际上是从19世纪布鲁克时代就已经开始酝酿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回头去看的话 羽燕和燕窝是作为森林物种归属于森林部门来管理 而燕窝或者是山洞呢 燕窝它如果在农业地的话 它就属于农业部管理 而这个如果在山洞的话 它又属于森林部管理的这样一个图景 那与此与森林和土著习俗地等类别同时发明的呢 就是这个农业地和农用地的这样一个扩张 如果这个农用地是本来被定义为国家领土的一个部分的话 那可以直接开发 那么争议就主要是在这样一个被认为是废地 或者是抛荒地的这样一些地区 但问题就在于对于废地和抛荒地的定义是充满了争议的 就是说这有可能 但如果我们稍微想一下这个所谓的刀根火种的话 我们就能够理解其实这个所谓的抛荒地或者是丛林 它不是一个蛮荒的天然的自然世界 而是当地人他生活繁衍的一个处所 一些抛荒的土地 它可能是一些周期性的休耕的土地 或者是有益用于保留 用来建长屋的让树木生长的这样一个林地 或者就是传统的狩猎和丛林产品采集的区域 我们这里看到其实是一个观念的冲突 这个我比较重视的是这样一个观念的冲突 他这样一些所谓的荒地 他即便被认为属于这个母主之地 他也不被视为是某个予兰邦的统治者的一个产物 那但是呢 在布鲁克的这个 詹姆斯布鲁克的普洛州探险当中 他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对于土地的渴望 那么随着1870年来华人移民的大挤道 来世界市场的扩张 橡胶和胡椒产量和价格都在生长 等等等等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围绕着土地的 这样一个冲突 并且呢 关于土地闲置的观念 就成为了一个这样一个冲突的这样一个关键 我可能要快一点 这个商业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呢 它就是直到现在 很长一段时间 它都是以这个小农经济为主 那么在这个20世纪末期的时候 20世纪后半叶的时候 商业也经历了一个 我们现在被称为资源狂热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就是首先在各地都可以看到的 这个原始森林的这样一个大面积的砍伐 那路网开始向森林延伸 伴随着伐木公司的进驻 森林的退换 那么同样呢 在原木开发过后呢 又开始种起现在新型的这样一个绿色黄金 那就是油棕 那养燕燕呢 就差价是在这样主要由大型种植园 和小型农户构成的一个 我称为超级种植园的这样一个家缝当中 去生存的 这样一个图景呢 其实就是一个照片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是一个厌恶 这个厌恶它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旁边的种植园当中 在这里 种植园的这个产权 甚至都没有那么的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末期 种植园的这样一个土地产权状况 然后说你喝点水吧 不着急 不着急 喝点水 休息一下 好 然后这个 我用超级种植园这个词呢 目的就是为了回避说 纠缠不清的土地关系 而给我们造 而想突出的是一个 正和站在沙漏月的 不好意思 你慢慢讲 不着急 慢慢讲 我们可以多讨论一会儿没关系 不好意思 现在这个沙漏月的大地上 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官 那就是 哈拉维所说的这个种植园纪 的这样一个冲突 那这个种植园 它本身是有深刻的殖民的色彩的 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 它的重点其实恰恰不是在于说 这是属于一个远方的统治者 还是属于一个大型的种植园 还是属于一个小型的农户 这个地貌特征凸显出来的 恰恰是一个在沙漏月大地上 所发生的一个 世界体系式的冲突 那么杨念叶 它就站在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这个这个这个世界的 这样一个夹缝当中 那么更加精彩的是什么呢 这些所谓的这些发展区 我们看到的这些发展区 它也是在就是冷战时代的屡次的政治 和经济的变迁当中去慢慢行诉的 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的是 一直提到的是一个 在六几年发生的这个马硬对峙的事件 简单的讲 我可能就会比较打包式的讲 我不会讲那么细了 时间确实 就是说简单来讲 在六十年代的时候 马硬对峙它所代表的 其实不是 是冷战时代的两个世界体系的 两种世界的这样一个想象 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一段历史 那么就沙洋越政府而言 对这个沙共的打击 有一个重要的手段呢 就是合则而鱼 这个合则而鱼指的就是要把内陆的居民 全部都移到这个向靠外一点 靠海岸一点的这样一个发展区里面去 那么这个那现在的这样一些发展区 它一方面是政治上的考虑 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 一方面也是经济上的考虑 它也直接奠定了在冷战结束之后 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基础 所以像我这里看到的这个橡胶栽种计划 1964年呢 它就是这样一个双重考虑的这样一个产物 那么在冷战过后呢 冷战快要结束的时候 伴随着屡次的这样一个土地的发展的 这个program这些项目呢 包括新经济政策了 包括新观念政策了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 以及包括这些项目的失败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 以这个油棕种植园为主的这个地貌的特征 中间夹杂的燕屋 以及它上空盘旋的这样一个语焰 在这里呢 在战地上面除了一些暴力的战地 有一个方面观念的战地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 关于土地闲置的想象 在布鲁克的土地的政策 土地的条约当中 那个规定的原理就是 一个土地如果长时间不用的话 那么政府就有权把它收回 然后把它重新开发 那么这个内陆的达雅克人 他们的一个抗争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证明土地不是闲置的 有些时候他们就简单的修一个藏屋 有些时候有能力的人 他们就开始自己种植 橡胶或者是胡椒 或者是就把它租给其他的人 或者是怎么样另寻他土 那么其实很多 我问到的很多燕农 他们也是在这样一个 就是灰色地带去获得了这个土地 还有补充的一个知识 就是在沙拉越 有一个土地的族群的划分的方式 我刚才看到混合地 混合地是华人和土著 都能够去购买的土地 但是土著用地就只能在土著之间流转 照理说 华人修建燕屋只能在混合地上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19世纪的遗产 以及20世纪的一系列的 这样一个迁移政策 其实让它反而是开拓了 这个养面业的这样一个 土地占领的这样一个空间 那么最后一个呢 就是做泥探地的这样一个开发 就像之前所讲的 泥探地它是主要是以红树林 或者是这个Pitland 那个泥探为主的这个土质 它的那个灌溉其实是成问题 然后种植业值也不发达 但是在20世纪后半期 泥探地就开始有各种发展计划进去 去北枕土地 去修盖水利 修建水利设施 去修建公路等等等等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这个燕屋很多时候就分布在 之前的泥探地和之前的发展区当中 并且呢 随着这个泛婆罗猪走廊的 这样一条大路的这个修通 实际上泛婆罗猪走廊 它是为了汇集游踪 或者是汇集伐木 但是它反而也汇集了 这样一个养面业 那我们现在看到养燕叶的这样一个分布 这个这幅图是黑色的部分主要是毛燕的山洞 然后这个这个方方的有点的 这个是是这个白羽燕的山洞 那么这些其他的圆形的都是 养燕叶分布的这样一些地区 而现在羽燕呢 它们很多时候被引出来了以后 它们就要飞翔很长一段时间 到内陆地区去寻找食物 那么这里说明的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地貌的巨大的变迁 那么这个地貌巨大的变迁 对于养燕来说 它并非不是重要的 我们去理解这个养燕 或者是燕窝的时候 它其实是在一个层叠累积的历史上面去理解 甚至在一个层叠累积的地貌上面去理解 而这个地貌的生成本身 它经历了百年的这样一个动荡 那么如果这个是一个从丛林到森林的 这样一个过程的话 那它其实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我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 也在谈这个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今天还想谈的最后一点就是 对丛林的驯化 同时也是对人心的一个驯化 我的一位报道人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他误解 Salawa不是这个意思 他误解说这个Salawa 它是一片错误的海 这位报道人士之前的一个 就是沙共的边缘成员 他也是在这个马印对峙期间 被Salawa政府抓到监狱里面去 然后在70年代才放出来 这个Salawa对峙简单来说 就在日据时代呢 这个日据时代之前 其实我们也知道在海外华人 他的那个方言认同反而比国族认同更强 这个过程在Salawa院发展发生的更晚 他是直到这个 他还不是在辛亥革命左右 他是在日据时代才逐渐 这个发展起来的一个国族的认同 那么我们比如说在田先生 田先生1948年的时候 进入到这个Salawa院 深受当地华人欢迎 那么他们在1949年 新中国成立的当天 还举行了大型的庆祝活动 然后还一起商量着 要发一个贺电给毛泽东 那这说明了 其实在Salawa院当地的华人 尤其是客家人 他们都是受到了这样一个 左翼知识分子 或者是左翼知识分子网络的 这样一个影响 其实我这里看到这个武禅这个人 就是之前那个Salawa院 人连党的这个文全民的老师 这样一个细节也是证明了说 这个在日据时代 日据时代的时候 就是在二战的这样一个时代 这个左翼的知识分子 实际上是有一波 是传入了Salawa院 包括他们的思潮 包括对于另外一个世界的 这样一个构建的想象 那么就影响了一帮青年人 那么我的这位信息报道人 他当时还比较小 他还在上小学 但是他也深受 这样一个左翼思潮的影响 他也成为了后面 比如说在1963年的时候 这个因为Salawa院 现在要被并入到这个大马了之后 他们就起来反抗 不希望再延续这个殖民的 这样一个体系 就有一帮这个 以客家人为主的 这样一个华人起来反抗 他们就退入到了丛林去抗争 那这就说回了 我们对丛林的训话 这帮游击队员 他们在丛林当中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有一位作家叫做成和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沙拉月战士》 写的大概就是在日剧时代的这样一个丛林战 但是这样一个丛林战 它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激烈 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猫鼠游战 对于这个强大的商业政府来说 很大程度上是个猫鼠游战 那么伴随着这个19 这个铁锤行动是哪年来的 写田哪年 这个丛林战是以什么收场的呢 就是以这个很多华人 他们被扔进监狱 或者是被签订到这个沿着古境到西连的 这个几个新村当中被签订进去而收场的 1973年的时候 签订了这些丛林的首领们 也当时的沙拉月政府签订了一个叫做和平的 就斯里阿曼的这样一个条约 从此以后这些游击队员走出丛林 然后那些之前的所谓的 我可以用集中营这个词吗 好像不太准确啊 就这个新村呢 这个有马来那个知识的同学都会知道 这个新村的这个地名 这个新村第三个地名呢 也被重新命名为 非常讽刺的新生莱拓和大富 那这些名字本身 其实已经说明了一种新性的转变 那么这些前游击队员 他们好像的那个状态也变成了一个人生 那个过去的 过去的那样一个抗争变成了一个人生的断裂 他们变成了一个 只知道经济 只知道这个家庭生计的一帮人 那么就正如这个新生莱拓和大富 这这样一个名称所暗示的 那其实想说明的可能恰恰就是说 这个经济的全球化它的前提是什么 这个时候就逼问我们说 经济的全球化的前提 可能恰恰是一个驯化或者是一个暴力 或者是将一个豁然的文明计划 一个替代性的世界想象 撕成碎片了以后 它的一个残余 那么我们再去谈这个landscape 在谈地景的时候 我们同时也注意与它相应的 其实是mindscape 就是一个记忆的方式 一个想象 一个认知自己的过去 和想象自己未来的这样一个方式 当然这不是故事的全部 故事的全部 我们如果仔细去看 大家对于燕窝的体验 大家在 比如说燕窝的跨境贸易当中 对国家的这样一个超越 以及对 就是我在文章中已经谈到了 野生人工 它没有办法去完全解释 这个燕窝生产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总有一些益出的东西 总有一些就是说幽灵式的益出的 没有办法被这个 就是全球化的想象压制掉的一些东西 它仍然在那里 好 我大概就讲到这里 好 郭老师 好的 确实是一道大餐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余老师 为准备这个讲座 写了那么多PPT 然后这个里边的相关的文献 和相关的这个主题 非常的丰富 我想这个确实是一个 就是他最近的一个新的研究 也给我很多这个启发 我有一些想法 等会我们这个在讨论 现在先请这个周云水老师 对余老师的这个讲座 做一个评议 周老师 好的 我说话能听到吗 可以的 没问题 挺好 因为学校网络可能不一定那么顺畅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余老师的这个著作 这个给他的研究的一个报告 这个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他是在讨论这个 一个海外的这个华人社会 他的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生计的一个 一个变迁吧 他讨论到黄金 这个还有胡佳 以及这个燕窝的一个贸易 实际上每一个贸易背后都是有一个 他本身的一个生态环境 还有这个族群之间 或者说是相关的这个 一个政治的一个因素 我看这个余老师呢 比较关注的是这个英国殖民地时期 马来亚的这个特别是婆罗州 因为婆罗州呢在马来西亚 它是算东马地区 马来西亚我们经常讲的吉隆坡 这些地方啊 他这个一般是西马 那像这个东马呢 他其实主要是围绕着这个婆罗州的两个岛屿吧 因为他跟印度尼西亚是很接近的 那么我两 我是去了马沙拉越去了三次 去了这个沙巴呢 去了两次 然后每次去到这个 去到这个沙拉越呢 都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沙拉越还是应该说 他的这个原住民比较多 因为他搞旅游 没有像东沙巴州那么的搞得那么火热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当地的这个族群社会啊 他更多的是还是以传统的生计为主 那么余老师做的这一个研究呢 是从这个过去传统社会黄金的这个金矿啊 他讲到这个靠近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地方啊 那么实际上那个地方啊 他石龙门这个地方 他为什么最后会出名表现为这个一个政权的一个斗争 华人的一个反抗 实际上他是跟印度尼西亚很密切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婆罗州的主体啊 岛屿啊都在印度尼西亚 所以过去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华人 他的主要的这个一百年前呢 他的主要的生计就是挖矿 就是挖矿 那么像这个石龙门这一带呢 他都有金矿 那个有一个金壶啊 我们我去到这个石龙门的时候 都看到一个金壶 那个金壶里面其实过去都是这个客家人为主的 这个华人呢 在当地开展这个滔金 所以黄金在当时在这个婆罗州来说 应该说是跟华人的生计息息相关 那么清末民这个实际上清代中期 一直到这个民国时期啊 这个华人去到婆罗州 去到特别尤其是像这个沙拉业 主要就是从事采矿的这个工作 那么后来为什么会胡椒跟淹没出来 其实余老师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启发我们思考 除了说当地的这个一个挣钱的更迭 还有原住民的一种对经济利益的这个 这个追逐的一种意识的苏醒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啊 随着全球贸易网络 那么尤其是像这个拐格开放以后 这个东方啊特别是中国 对于这种燕窝的推崇 那么加剧了这个燕窝的供应的这些地方啊 尤其就是主要是婆罗州啊 我们说因为它燕窝海燕嘛啊 海燕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能够产生燕窝的这个 主要的出产地就在婆罗州这一带 而且被认为世界上来被认为品质最高啊 你像印尼也有 印尼因为它有漫长的这个岛屿 在这个这个海岛的海岸线啊 而且这个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个海燕的生存的环境啊 那么当然我在马来西亚 我在马来西亚很多地方都认识了很多这个做燕窝的 做燕窝养殖燕窝的这些老种啊 华人啊都是华人啊 他们租用一些这种过去的沼泽地 其实就是海滩吧 海滩的这种相当于我们这个深圳这一带的这种绿是红树林 但是在马来西亚呢 他们主要是游棕树啊 那么刚才我看余老师展示的一些照片 也是在游棕林里面啊 就是棕榈树嘛 他比较比较相对来说哎 人家又靠近海边 那么相对泥土要有湿润的 所以海燕的一个生存环境对于啊 产出燕窝燕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存环境 燕窝是没办法这个产出来 那么说到胡椒呢 胡椒其实呢是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华兰里面 是他的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产业 他的传统具体表现为就是说 主要的这种从事胡椒种植的都是以客家人为主 因为我们知道客家人在国内他也是农耕为主 就是无论是这个江西福建还是广东 特别是像这个嘉印州啊像我们这个梅州啊 惠州这一带的过去都是在山区从事种植 所以他们在国内就有丰富的这种农耕经验 那么这个随着这个早期去到海外 特别是像这个波罗州一带 开矿以后发现这个抗战资源枯竭 那么族群之间这个当地的挣钱的这种管制 所以就导致这个产业的产业转移 所以这个余老师这个研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问题就要考虑到的就是说 那么这种转移是被动的 这种世界贸易网络反过来是推动了这种生计的转化 那么胡椒当然在婆罗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种植业啊 无论是这个当地的土著还是后来的这个进去的华人 特别是客家人 他们学习这个胡椒种植 包括类似的其他的这个啊 因为胡椒其实它也是一种药权 在我们这边的就是我在那里我也买了很多 这个白胡椒啊 黑胡椒 它是一个等级非常高 就是说他这个气候啊 生态都很实于这种胡椒胡椒的生长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第一个层面就是说讨论这个华人 他对于这种生计的转换 我们必须要联系到当地的这种啊 挣钱的更迭啊 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这个世界贸易网络 对他们的啊反向的这种促进 这个非常重要 第二个一个呢就是说还要考虑到族群之间的关系 其实在东马的无论是东马的这个沙巴州还是沙拉越 啊刚才我在群里面也画了发了一些这个啊 一本书吧 就是刚才于老师提到田鲁康 因为田鲁康他本身其实他是沙拉越人 他是沙拉越的私屋 那么私屋这个地方呢其实以福州人为主 啊 他们福州人主要在当地呢是从事这个商业贩卖啊 啊他做农业的很少 那么做农业的基本都是客家人跟他们配套 福州人的主要是从从事船运跟这个木材的砍伐 所以沙拉越 是整个 南中国或者说这一带他的这个森林呢 出口森林这个产品出口最多的这个比例比例最高的地方啊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有一段时间 中国沿海这个像这个 啊福建广东的这个木材啊很多都是沙拉越运出来的啊 他们岩石森林里面砍发 所以那么很就这里就要特别注意到 就是说 作为这个我们去讨论啊传统的这种生计的变化 跟世界贸易网络的时候还要注重到一个族群他从事的啊 传统的这种产业和世界网络市场的一个更新 特别是他们在跟盐香之间的这种贸易网络 那福州人为什么他会从事这个因为很简单 福州人他的盐香就是靠近福州就是有这个海港 那么他的所有的这种物质的运输他就天然的就是做运输贸易 那客家人为什么从事农耕因为他在盐香他就有这种传统的农耕知识啊 到了这些山地以后他相对来说分散 而且他有丰富的本身的种植种植经验 所以这样的一种合成以后就导致啊 其实他的这个传统的分工他就能够啊延续 第二个呢就是说为什么说黄金啊燕波跟这个 胡椒的种植会成为这个一个世界贸易网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除了本身沙拉越他的这个出产的这个农产品 他的一种优质性 更重要的我们还要考虑到就是说 现代市场网络 尤其像中国这种旅游经济复苏 特别是这个9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的这种啊快速的经济发展 导致对于燕波这一个产品的这种啊追捧啊 你看我们现在广告里面还是有燕之屋啊等等这一块 就说对于燕波包括这个香港这个在取得重要的作用啊 也对这个那么燕波的主要消费啊 应该都是在东南啊中国的东南沿海 这个其实跟我们的华侨的网络社会这个非常密集 就是说我们这个每周像这个很多客家人回来啊 早期能带一点点燕波回来都觉得是一个非常稀罕的啊 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看到 他的这种全球贸易 尤其是这个中国市场 对于这个啊燕波的推动 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计量啊 刚才那个我看余老师那边论文啊 我刚才看了一些 我也发到群里面 也的同学也可以点开看一看 那么我们作为冷律学的这个 最终这种这种研究啊 因为田鲁匡先生在能力学界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啊 他找中国这个早期的 能力学家 那么又对这个沙拉奥的华人社会结构 特别是早期研究社会结构的一般都会参考他这本书啊 那么他讨论族群之间 呃的这个分工 尤其是这种呃 从事的工业 这个职业啊 他是非常细致的 所以他他的这个 早期的在沙拉奥的研究最主要的他就是研究了这些各行各业的人 把他的这种数量数值啊 都研究的很清晰 那么作为这一个话题的有益的一些资料补充啊 刚才其实我也发到群里了 那么我在沙拉奥的时候跟沙拉奥的这个一些装地的学者也有一些交流 他们找对于这个沙拉奥的这个啊 客家人社团 还有他们的工种也有一些很多的研究 那么这个 在田鲁康先生这本书呢 其实也是沙拉奥的学者也把他译出中文来了 但是国内没有啊 因为他是在马来西亚出版的 那我呢也把他这个分享到群里了啊 我们有兴趣的同学的可以读一读 实际上对于我们冷律学的研究啊 这这些新新旧之间这种研究的这种啊延续性 是非常有意义的 就是过去我们探讨的社会结构 到了现在他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那么这种变化产生的内因跟外因是什么 由此我们再来讨论这个华人社会啊 他们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变迁 生计模式的变迁 以及更大的世界市场网络贸易 全球网络市场贸易的这种网络 实际上呢是关注到一种啊 回归到这个世界体系的这个研究来 好我这个大概啊 我想这个于老师这种研究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啊 他能够这个深入到这个一个陌生的社会 尤其是我于老师这种古籍应该也是重庆啊 我看你现在在重庆大学 但是应该不是我们这个东南这一片的啊 能够不是这个华侨社会的 能够做专门华侨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些地方是非常熟的啊 这个如果没有疫情的话年年基本上每隔一两年都会去到这些地方去研究 包括现在我们跟沙拉越的这些学者随时也是有微信互动啊 今天这个讲座我也推给了这个沙拉越的一些学者也也许他们都在群里面看啊听这个研究啊 总而言之啊 余老师这个研究还是非常啊值得做 也对于能力学的这个学术研究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啊 对于我们去年的学生呢 应该也非常有这个啊指导意义啊 就是说在新的这种啊社会 全球社会网络里面寻找我们这个一个啊传统的研究的关注店啊 那我想这个也感谢我们这个呃余老师啊 感谢我们这个南京大学啊 给了我们这个啊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跟大家有一个交流互动啊 好 谢谢 好 谢谢周老师 这么专业的这个点评 我觉得也真是今天真是找对人了啊 而且你还把这个信息发给了沙拉越的这些呃当地社会的人啊 不知道他们今天有没有在 我刚才没有注意看 呃 确实是这个呃很地道的一些这个点评哈 那么这个不知道余老师有没有对周老师的这个点评有一个什么样的呃回应 嗯 好那我是先简短的回应一下对吗 然后再可以的可以的余老师 哎哦对 然后其实周老师给我提了很多行 然后非常感谢 也尤其感谢就是因为我也只有田田先生的那个英文版 然后当时的那个在在在沙拉越那个华族文化协会和他们的那个沙拉越大学里面的一些书其实也没有药权 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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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的补充非常的重要 呃 然后呃我可能就是强调一点吧 就是就是周老师说的那个世界贸易的问题世界体系的问题 我我我其实也谢谢周老师的这个提醒让我可以把问题说的更清楚一点 就是我想强调的是其实世界体系也好世界贸易也好 已经呃有非常多的学者去谈这件事情 然后对呃世界世界体系对于当地人群的这样一个生计也好或者是他们的心态也好的影响呃都有非常多去谈的 但是我我反而想通过比如说华人的金融或者是华人围绕着燕窝的这样一个世界想象和感知 反而想要强调的是一个多重的世界体系 那么意思就是说呃呃金矿也好呃黄金也好或者是燕窝也好 他们即便是在同一艘船上同一个欧洲人的船上去贸易 由同一批华人去去采集那么他背后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关于世界想象的一个方式呃那么恰恰是这样一个呃同一艘船同一个燕窝 他构成了一个多重多重体系他去交汇并且去生成的这样一个点 然后呃呃其实我的论文可能更重要的呃呃就是说如果有有贡献的话不是想突出突出这一点 那包括像周老师提醒的就是这些潮州人客家人和他们原乡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 其实我们很难去说它是一个绝对的呃呃这个世界就是华尔斯坦的世界体系意义上的世界体系 我们也很难说它是一个绝对的海外移民贸易 它可能就是一个多重的一个交互 其实在这样一个意义上呃人员物资他们反而是一个在一个在一个多重的状态之下去去去完成的 呃呃所以最后最最背后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回过来去问什么叫做世界呃 呃世界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是不同的意义可能是对可能是这一点 然后谢谢周老师的提醒嗯好的那个好我们还有25分钟的时间好吧 那个我们把这个就是呃时间开放开放出来啊请这个在座的老师和同学呃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什么这个评议啊评论啊都可以呃现在赶快给余老师提一下啊 有吗可以开麦来说哈 呃如果没有的话哎呃哪位哎老师好杨老师好你好哎好呃云老师好杨老师好哦我想念你我正要我这么有这么有灵溪我正要正要点你的名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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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因为我看到马来亚大学 我突然觉得你不是当地人吗 不是我是在那边读书 我知道但是就是在那边当地读书的学生有可能是 对我在那边念的也是东南亚人类学 然后我非常感兴趣于老师的研究 然后于老师就是他对英文贸易这样的一个多重想象建构 我觉得也非常的佩服 然后我想其实想请教于老师 是想往后一步问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英文贸易的变化 就是这种英文贸易生计的变化 它对华人社会经济转型的阵痛 就是因为于老师谈到了就是这样变化过程 以及变化的原因 但是往后再走一步的话 我觉得我没有太太了解到 我想问一下就是华人当地的华人 如何去应对这种阵痛 就包括它如何重塑 对英文的认识 然后生计方式转变 以及被冲击到的这样的华人社会结构 它如何的去重构 谢谢于老师 谢谢你的问题 我是也把我最后其实赶时间 然后忽略掉的很多事情 就是能有机会重新讲出来 当然我不能够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判断 就是华人社会结构的整体的变迁 那么我从一个非常微观的人类学的这个情感 或者是认知的这样一个角度 我会认为说对于很多华人而言 当然不是每一个业农他都是杀共的成员 并不是在说这个 而是说杀共的这样一个世界构建的失败 它其实代表了一代人的可能一个失落 那么这一代人的失落呢 他可能现在不再被提起 他也甚至很难去言说的这样一个 那一代人的这样一个振动 他很难去言说 但是他的一个处理方式 他就变成了一个 在我看来就变成一个转化 一个是像以前跨越大海的这样一个家族 他好像变成了一个艳农的家庭的营生 我这里面有一个变化就是说 他其实是在燕窝 在很长一段时间 他是一个家族的营生 就比如说我们的乔丕 乔丕构建起来的 不仅是一个前贸易的网络 它其实上是一个情感勾连的网络 我还能够在沙拉越联想到 我的祖宗我的父母 然后我的远方的这样一个家族 但是在一个就是说 从二战到冷战的 这样一个国家建立的过程当中 世界日益的破碎 这样一个想象已经没有办法去维持的时候 并且是这样一个左翼的运动 已经失落的时候 那么剩下的就是一个 一方面是对一个错误的记忆 就是说一片错误的海事的错误的记忆 另外一方面就对生活的意义 它已经缩回了 就是对于自己家庭的一个经营 它变成了一个 燕窝变成了一个营生 那么对燕窝的感知呢 我是会觉得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 燕窝们对于燕窝质量的这样一个执着 这个是对我来说 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从燕窝修建那一刻就开始 就是说重视这个燕窝的生产质量之类的 那这个有点对我来说 有点像是败物教士的这样一个殖民 那就是说他把这个想象寄托在对于一个物的质量的体认上面去 而失去了说如果我们承认燕窝 它是一个从中华文明以来 它的那个从以补为代表的宇宙观的想象 到这个华人移民网络的这样一个对家族的想象 这方面已经整体失落 而变成一些碎片化的就是说 对质量和对家庭营生的这样一个重视 那我在当地认识一个巴基斯坦的老人 然后他对当地华人的一个评价非常有意思 他说他们只知道钱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就是他这个表述本身很有意思 就是说这样一个为什么华人只知道钱 华人应该之前不应该只知道钱 他为什么现在在其他人看来他只知道钱 就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于老师 然后我不好意思我还想 再追问一下 对我非常 可能已经因为政治敏感性 他失去了公开表达的能力 然后只能把情感表述寄托在 仅仅把燕窝当成燕窝贸易 这样一个相对单纯的物的体认上 我觉得就是 对我也是这样想 但是就是除开这样的公开表达 跟这样对 仅把燕窝贸易当成单纯的赚钱来源之外 他有没有像一些 非公开表达的 或者是投射投影到其他一些方面上的情感 一些相对隐晦的非公开的 若隐若现的一些东西 就是一些情感的断续的联系跟表达 会不会有这样的方面也被投射到另外一些东西 像除了对燕窝贸易之外 我觉得会是有的 然后如果能让我想的话 那就是对于就是说 野生的或者是其实对于婆罗州的雨林的这样一个书写 周老师肯定会很理解 就是在我们刚才看到 开篇看到的那个李永平和张贵心代表的沙华作家之外 其实还有一帮以书 其实为代表的就是说婆罗州雨林书写 他们的以杨毅雄裂掉婆罗州 为代表的这样一系列的雨林书写 那么我是觉得可能对于这一帮 当然可能是前文人 他们更有表达能力的人来讲 婆罗州的这个雨林和婆罗州的野 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寄托 我的理解是这个样子 好的 谢谢余老师 手很大非常大解 谢谢你的问题 杨老师 好的 还有什么评论或者问题吗 刚才那个马大那个同学 他提到这个问题 我也可以再补充一下 实际上马共的这个问题 他不单单是在东马了 其实西马也有 这个马共他的背景其实是跟抗热战争有关 跟勒本侵略这个马来西亚有关 应该说如果说马 马共这个政治的刚才我们余老师提到这个有个武禅 武禅因为他老家就是我们这边人 他是潮州的潮州的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武士家族 那么后来他还带领了志工党 这个其实他后期他还有一个这个民主党派 还跟国内也有很密切的联系 但是如果说要将马共的这个跟燕窝养殖这种拉上关系 到我我到认为这个可能勉强比较勉强 因为因为这种阶段性的这个反这个政治事件 包括上十龙门的提到这种十龙门事件 他是这个反对殖民 跟这个跟当地的这个华人反对殖民的 其实也是由经济上升了 那么如果说后面这个马共要跟采摘一个叫做养殖 这个这个训化或者说按照余老师的说法是训化与海燕 这个这个拉起关系的我我到认为这个可能有点勉强 可甚至乎这个没没办法挂上关 因为因为马共他活动的这个范围 他主要是在丛林里面 不是说他在丛林里面 他就能观察到这个海燕的这个生活习性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是不是他因为他观察海燕的生活习性 然后就这个不这个不政治不迫害他的时候 他就出来就去盖这个房子盖个燕屋 来这个训化这个海燕 这个我觉得如果有可能也是个案 他应该不是说这个很典型的 促使这个马来华人去这个沿海地方建这个燕屋 的主要的应该还是经济利益了 应该跟政治这个跟这种跟这种马共的这种关联度 我觉得至少我了解的应该是没有 或者说很少很少 这一点可能是不是刚才余老师的表述 都能产生了误会 还是余老师的调研 是有这种一个有这么一个这个事实 如果有我倒是可能也得好好的学习一下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关系不大 好的余老师有什么回应吗 谢谢周老师 在实证的意义上其实真的是没有关联 在实证的意义上我们不能够找出任何就是说沙共和养燕业之间的关联 就比如说经济上的或者是这个怎么说怎么说制度上的关联 没有任何当然是没有任何的 即便有就像您说的其实是个个案 它也没有内在的一个关联 我觉得问题还是在心态和想象上面 就是说还是那个心态和想象 就是他们怎么样看自己的营生 我觉得重要的其实是在这里 当然在调查当中确实是有那么一两个个案 包括在新生村里面 而不是就是他之前在十里 然后最后又 之前在十里 然后被移到十七里 然后又回到十里的这样一个人 然后以及他之前被关起来的那个人 其实但是这些都是个案 都没有任何的就是说史证上面的联系 我 本类学的那个点 就是说这个如果它是一个在世界所谓的西方的世界体系进去之前 如果Eric Wolf那个观点的话 就是说在世界经济体系西方的这个体系进去之前 那么其实在很多地方 它已经有他们自己的那个所谓的就是经济活动啊 贸易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啊 那么在这个在沙拉越这个地方的话 华人去了之后 他就是第一方面就是把马来人给他稍微给他赶走了 然后主导了他的这个所谓的贸易和经济伦理 我觉得我注意到就是说在这个里面 你看到一点就是说华人用他的这个债的方式啊 就道义的方式来来这个就是做他们的经济的贸易的这些活动 然后后面又 第二个阶段就是说是那个克鲁 那个什么那个那个那个总督对吧 那个什么鲁克的人来了之后 他用这个人呢 我觉得严格意义上讲的话 他还不能够完全代表这个西方的贸易体系进来了 对吧 他只是用了一个就是殖民 他用了一个作为一个西方的殖民的代表来来来来管理 这个但是你会刚才也如一所说 就是说他其实他实际的控制力是比较弱的 对吧 才会有这个华人的这种这种这样的一个一个反抗 那么我在这个背后肯定会有一个就是说 原先的华人的这种伦理也好 他们的关于这个就是他们关于经济的想象和世界的关系也好 在这个时候可能也会发生一些转变 但是我更关心的就是你这个今天的主题 就刚才你跟赵老师讨论那个就是燕窝 燕窝在什么时候进来的 对吧 什么时候在哪个阶段进来的 然后呢 他作为就是这个他们的经济的运作的方式 包括经济伦理的这种变化的方式 这个燕窝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 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它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整个西方的这个所谓的世界贸易体系 在这个之后它进来了 然后呢你要把燕窝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来谈 因为我注意到你在这个里边谈到了就是说国家进来了 对吧 就是那些华人他要去面对这个马来这个马来这个民族国家 他要去这个处理这个时候 那么土地也从这个叫什么 那个那个叫什么 什么什么变成森林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话就意味着 他的这个原先的那套就是经济也好啊 他对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生产的这种这种这种控制啊 都发生了很大的一个一个变化 所以我现在就是在你的讲座里面 没有感觉没有很很清楚的把握到这个这个燕窝 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在这个关节点上 它能够体现出这个什么样的一个一个一个意义来 这是我的我的问题 嗯对这个确实是就是确实是一个问题 因为在历史资料上其实燕窝是一个非常小的东西 然后关于燕窝他在就是说能够非常找到那个直接的证明 燕窝作为扮演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 我觉得可能会很难去找到 那我如果我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那关键点还是在就是Clearly那个划分上面 就是燕窝作为一种丛林产品 这个丛林产品它不仅是一个布鲁克他这个政权 他可能非常微弱的通或者是借助华人的的收集的燕窝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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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著的物产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税收 这仅仅是一个税收甚至通过他的船运出去的话 这是一个税收 对于华人来说这个他是这个就是他的那个调皮网络上的一个部分 对于土著来说他可能是跟去去交换他的那个那个 他所需的比如说铜器或者是他所需的瓷器的这样一个部分 那么至于那个转折它一定会不会发生 我觉得不见得会发生 我觉得这个转折它不见得会发生 那个转折的重要的发生的节点 我觉得反而是在20世纪 可能在一直到20世纪中叶 或者是后半叶的时候 那个转折都没有发生 就是对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 但是要找那个历史更的资料 来更来支撑它都还是要需要去找 对我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说如果不谈烟雾的话 那就是说萨拉越这个地方被纳入到 你觉得被纳入到这个世界经济体系 那应该是什么时候呢 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来谈世界经济体系 就是西方的那个体系 就是华勒斯坦所讲的那个体系 那华勒斯坦所讲的体系的话 难解的多重体系 你比如说新加坡开步了以后 它还让移民是一个方面 然后资本主义体系也是一个方面 你其实包括那个矿产也是这个样子 世界对于T矿和金矿的需求 不是只有华人才需求 那么喷电和三发的这样一个 就像刚才焦老师所说的 喷电和三发的这样一个形容 它不是一个单方面体系的过程 它可能都有 它是一个多重体系 好的 好好好 懂人兄 有什么指教的吗 喷指教哪敢啊 哇 今天这个东西 听起来是完全 完全是这个一点都不懂 没有 这个东南亚历史实在是非常复杂 但我今天听下来的感觉 就是一个完全外行的人的 的这个 的心得感受吧 我觉得就是 我一直觉得重点 我估计了 我估计你想表达重点是那个 就是你题目上面讲的 这个破碎的这个世界想象 一个破碎的世界想象 那如果他真的是破碎的话 你很难写成一个一个文章 或一本书 我估计这个时候这个燕窝的 在这里面的角色是 你觉得那可能是一个引荐 把这个这个 把这个破碎给 给这个像串串在一起 但是一方面计串在一起 二方面又能又能呈现 他的那些破碎跟断裂 我猜你大概是这个意图 那 但是我问题是好像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引荐的这个 这个力度不是很够 力度不是很够这个这个这个 现在比较 比较麻烦 那 像你刚提到这个这个 这个桥皮啊之类的 可能可能那个里面材料会 更多一点我我猜我猜 虽然也不是很肯定 因为我也没研究过我只知道 有那样的东西我还去那个那个 去梅州去参观过那个博物馆 对 杨老师杨老师来过梅州吗什么时候来的 大概疫情前 疫情前来过 19年吧19年夏天去的 哦那你没没打个招呼啊 我都在一直在梅州啊 你过来我跟团 但是我们那个团在你们学校 四周转来转去 哦在那边吃了两次饭 现在现在我们学校有有40多个台湾过来的 博士 现在真的啊 啊在我们这里送班啊 好好啊各个各个学院都有下次你要过来 你别忘了这个说一声我 多谢你跟这台湾的博士一起一起吃个饭啊 多谢多谢 我对然后好这个这个回到 嗯 这种破碎的这个这个 世界观破碎的世界观 那 我我这个 听你讲的讲着我就会想到那个尤其你提到那个沙公那一段 你用沙的沙公那一段我会想到那个这个Cliffa Gears在写这个 不是在写东南亚啊 是在他在写这个 呃 那段是在 好像就在他那个这个 那篇文章叫什么的 那个 写那个生苗那篇文章里面好像就有提到 一个在 在这个北非 在北非发生一个故事 法国的殖民者 跟博博人 然后还有这个一个 这个在这边搞贸易的犹太人 这三方发生了一些这个 我们现在来描述的话就是 很荒谬很狗屁倒灶的故事 那像两样东西 那我觉得当然 那Gears是想用这东西去 去 去描述说这个 殖民 殖民来之前跟跟来了以后 然后一路到这个 他没有写到后殖民那一段写到殖民时期 然后那个殖民秩序还没建立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的那种陷入到那种 那种 混乱 跟各种不同的世界想象 以及不同的 政治经济伦理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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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